说起日本兵,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日本兵的拼刺刀技术可是一流的,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拼刺刀技术的国家,而且日本人深受到武刀师精神的影响,也对拼刺刀技术进行相关的训练。 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日本人拿着步枪,步枪的前面就是刺刀,回头看看中国的士兵,在当时不仅没有日本士兵的步枪,同时也没有像日本士兵那样锋利的刺刀,然而中国士兵仅有的只是一把奔重大刀,但是中国士兵并没有因为锋利的刺刀,而降低了对日本人的杀心。 反而因为却对日本有更大憎恶之心,在战场上,中国人举动的更是振奋人心,在二战期间,有很多人看不起中国人,可能因为当时的中国比较落后,没有完善的军队和高阶的技术,但是中国的士兵却有不一样的毅力,和不一样的民主精神。 当然,也有很多中国人施死在日本人的刀之下,在拼刺刀时,是非常危险的,拼刺刀有点像古代的长矛,但是相比长矛来言,它比长矛又更加的危险。 而且,拼刺刀时,并不是拼抓着刺刀,而是下身危险,因为这样可以保护好自己身体重要部位。 日本人在拼刺刀时,一般都会把子弹退出枪堂。 这是为什么呢?其实这是因为日本人害怕自己在打仗比较激烈的情况下,可能会一步小心按错枪。 这里体现的可不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,而是日本士兵害怕误伤到自己人。 太可耻了,这就是日本人在拼刺刀的时候,把子弹退出枪堂的原因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